HIGH 大家好 我是阿姨阿姨 欢迎来到POWAUTO美青中学 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下 这个新的设计模式的小技巧 就打小技巧 OK 我们用手动触发好了 好 大家都已经习惯这个新的界面了吧 好 先讲切成旧的就按右上角这个 就可以切到旧的 好 这是第一个小技巧 好 那再切回新的一样 切回去就可以了 你可以不切换但不储存 好 再来就是左下角可以缩放 放大缩小 这我觉得蛮方便 嗨 大家好 好 之后我会开POWAUTO美的线上工作坊 让之前无法到场参加的人 报名参加喔 那相关资讯之后 我会公布找我粉丝团 有兴趣的再follow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好 再来 新增动作 好 老实讲 这搜寻其实 其实没有很好搜寻喔 比如说你看很搜寻这条作业 这其实算我很常用的东西 你会发现很难搜寻 对不对 找不到 对不对 好 那跟大家讲第一个小技巧 好 这 诶 这算第二个 执行阶段这里 你选内建 好 是内建你会发现 哇 常用的都在里面 像控制项啊 资料作业啊 Excel Online啊 然后HTTP啊 然后OneDrive for Business Schedule啊 这个就排成了 SharePoint 变数 这都是我超常用的东西 尤其这个 资料作业里面的 编辑 这我超常用的 好 我们就用编辑来试一个 然后 好 这就打 UtcNow 好 例如说这样 先这样就好了 好 再第二个是什么 对是第三个 我们复制怎么复制 按右键就可以复制动作哦 这里其实也蛮常用的 那要贴上怎么办 你现在按这个新增 他就有贴上动作哦 OK 直接就贴上 那我们再改一下 好 这是MM好了 OK 来 那这边还有很多东西 例如说设定啊 好 这边有一个东西 我也觉得很常用 就是 你这个编辑 编辑打开 你会发现 这个执行后 诶 这叫什么 就是错误 平常是成功的时候 才在执行啦 那你现在能够 以遇时 以跳过或是错误的时候 都执行 那通常排 除错的时候 会把这个 就是当前面一个动作失败的时候 你可以 设定这个 那现在多了颜色哦 以前是一个虚线 现在有没有 三个 橘色灰色跟红色 OK 所以你可以这样做 好 那这个怎么弄呢 正常来讲 这边出错就可以了 好 好 这样 这样应该就会错了 来 哦 对 哦 他现在变聪明了 之前 我还说 之前还可以打进去 好 没关系 我们先储存 好 但你现在也可以在 直接在这边测试 但他有个小bug 你都 我 我再加一个东西 一样贴上就好了 修好了 他原本 这个 按了测试之后 以前可以测试加储存一起按 但现在一定要先按储存 OK 才按测试 要不要像现在这样 按储存 老实讲 我早上吃的时候还是不行的 他修正的模式还蛮快的 好 那现在可以把这个缩小 所以你这次编 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比较多 好的 我说我要测试一下 好 你会发现只有到第二个才会执行 直到第二个 为什么 因为这个编辑 copy 只有在 跳过错误 摊到的时候 才会执行 OK 好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还有什么小技巧 来 OK OK 那我们再 下面删掉 删掉 删掉 这也删掉 现在删除 就按右键3 以前是再点点点那些3 OK 我们新增动作 那我现在搜寻其他 怎么办 其实 有很多是在标准里面 标准 像office相关的 很多都在标准里面 你可以搜寻outlook 那其实就是都在标准里面 好 那像word这种 word其实是在进阶里面 进阶 word 不过在蛮下面的 不过我觉得现在有个缺点 就是 那我找一下word 当然就是搜寻很难搜寻 另外你看 以前这个旧版里面 它会显示进阶会有一个钻石 但在新的里面 就没有显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因为你不知道 这一个连接器 到底有没有 要额外进阶的授权 OK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那其实我觉得刚开始使用这个 这个内建标准进阶 那你就可以塞到一些 你要的常用的连接器 那因为现在我这一个环境里面 没有自定了 OK 所以就会没有 OK 不过整体来上 我觉得优点还是带缺点 例如说这个运算式这个 这个现在很大 以前那个在右边就会看不清楚 所以你现在可以加很多东西 例如说IDdata 这样 那以前搞不好这样就会挡掉 OK 因为你还可以再来format data 以前像这样就会全部 挡住了 所以现在的话 这样会比较好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 喜欢这样子 这样子的设定 OK 那这程式码 你看 你现在可以在这边直接解析了 好 然后about 那这就是 比较好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缩小 那 新增备注 就在上面点点点就可以 新增备注 测试 好 你会发现在右下角这里 会有 好 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这 这些小技巧 应该都会蛮常用到 好 那我今天没有要讲太多 就这样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